大家好 我是Henry 歡迎回到 RareTrader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你有留意最近的重新新聞或者數據 你會知道剛剛星期四凌晨 即是星期三晚就有FOMC 有這個意識 他們的內容其實主要是維持率不變 他們將聯邦基金指標的意識結果仍然維持在0-0.25%的範圍 都是市場預期 都是維持每個月買債128億美元的步伐不變 他們預測2023年底之前將會有兩次加息 他們都會上調IOER和介入回購利率 那點陣圖裡面其實都有些數字都跟大家講一講 可能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 都是當一個G字 畢竟我們都是炒圖表為主 還有我們都是有力交易為主 有時候我們看這些數字的數據 可能你都是用來做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或者是一個大方向的預測 如果你看一些數據這些比較重大的消息之後 那當然今屆我仍然都是看它還有少少下行的空間 相信 不過大方向或者可能你到下半年 我相信它下跌到一些位置 那些位置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等一下會說 在投票上都可以很簡單地看到 那美聯儲他們點陣圖有一個委員會 那這18個委員會裡面 他們是一些預測的官員 他們當然不是決策那一步 這個點陣圖只是一個藍圖 就不是根據這件事而做決定 也不是他們去做這個決策 當然不是這18個官員 這個預測就成為一個答案 其實今年3月有4個成員 他們預測是2022年開始加息 那到剛剛6月這一次 其實已經去到7位 就不是4位 那就增加了 即是預計早點加息 那另外今年3月有7個成員 預計2023年後年就開始加息 那今年3月有7個 現在就已經到13個了 即是他們看加息的步伐 將會向前一點 早一點 這個其實是大家在CME的網上都會看到的 那當然巴威爾就說 不可以完全依賴這件事 這個 即是講加息或者開始加息這件事 其實時機未成熟 那他們今次 有些放鷹 叫做鷹派的言論 偏向看好經濟 或者是覺得經濟都在復甦 不過就不是完全復甦 其實都是偏向看好的 那 加上之前 最近 上 剛剛這個禮拜 前期 少少 今天10年債息 它是有些回升的 其實那時候今假開始受壓 你看到在圖表上 這個通道上面 你看到它開始下行掉下來 那時候 其實今假已經是偏弱的 你看到我們做鷹單 都比較容易賺錢 那我在我 身份道裡面 我會放回我所有 過去的任何分析 主要是在陰陽足圖表上面 那你可以看回 其實我們做鷹單 都比較多的 而且 鷹是比較容易賺錢 就是比較容易賺 那開貨有時候 可能用來輔助一下 那就不是真是主力的 那 上個星期 頭的 我們看震盪比較多 就是我 都在等一些位置去沽 但是 有些位置是沒有去追沽的 特別是六月 十五號 這個是星期 二 星期二 星期二 星期三這時間 星期二 那 那時候 那些行程 大家可以再去看 在我的 Telegram 頻道裡面 這個是公開頻道 跟大家說回我 以往怎麼做單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分享者 就 一定要讓你們看我怎麼去看圖 無論是用直播也好 我用回我 錄我的電話屏幕 告訴你們 我怎麼去分析 那些位置我怎麼去抓 那些單位我們怎麼去打回來 那些單位我們怎麼去打回來 是不是我經常在貼文 那些大家怎麼贏 小選離場 怎麼平手走跪了 那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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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位置怎麼來的 那就是在Telegram 頻道裡面 我每個星期都放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些圖表分析其實都可以是一個入市依據 而且是在黃金這些這麼大的市場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是主要玩黃金為主 這個是一個現貨黃金的圖表 是XAUUSD 這個是一個商品市場 是主要利用這個技術分析的 日內Trade也有 中線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這個技術的話 你可以看到 那任何新手都可以掌握到 都可以學得到這些知識 這些是學回來的 就不是什麼神技 這些是純粹學得出來的 寫出來的 你也可以浸到一些技術 浸到一些觸覺的 那就是這樣 回到剛才說的 八威爾說 其實經濟始終未完全復甦 他說新冠肺炎 其實他們的變種病毒 仍然在擴散 在傳播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經濟復甦最重要的是要時間 通脹方面 八威爾說 未來這幾個月 始終通脹仍然會比較偏向向上 偏向強一點 仍然都是他們看增長 這個通脹的數字 跟GDP一樣 他們都是看得比較好 比較英 然後 之後才會有緩和 可能去到 下年 這樣 他們的意思 如果 就業增長方面 其實他們看得比較好 一些 他們預計 下一季 或者是 秋天的時候 就業市場的數字 會更加好 有時候 我們可以看圖 看金 油 如果 你說用油價 來看 通脹的話 其實 你可以 在一個 庫存數目 和油價 這個 位置 看得出來 如果 真的 不是 炒地緣政治 不是 新聞 或者 很突發的事情 的話 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原有 庫存的下降 如果你有看 數字的話 然後 油價 上升 油價 都是二升 難跌的 其實已經不是 炒數據 炒政治的虛貨 圖的確是這樣的 而市場的數字 都是這樣的 庫存的下跌 這也是 通脹 你可以觀察到的東西 就是 銅價 都是這樣的 你看不到 它很大的 跌幅 或者是不斷上落 不是炒這些 新聞 它真的是通脹 它真的是通脹 這樣 有些人會在 這個意識之前 看 究竟 鮑威爾在 下年2月 2022 任期完 之前 會不會很放屁 還是 是 他是佛系 這樣 突突坐到 任期完 為止 其實這次是偏向 積極的 不是消極的 他們都很努力去抗 他們的延遲 都比較想去對抗 可能他們比較想連任 技術上 其實 美元是最近偏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美元 相關的貨幣都向上 非美貨幣都向上 這個大家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你留意新聞得來 其實我是炒圖的人 最後 或者你入市 都是看圖 就是陰陽足圖表 任何的位置 最後 都要入市 都可以看圖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喜歡炒 你一定要懂得看圖 你必定要學懂得看圖 或者你一定要有這些觸覺 起碼你先懂得拉線 你不需要有什麼神技 什麼大法 其實我沒有這些東西 你看到我內 你都知道 我的位置基本上 全部都是一些 一層一層的打法 全部都是這樣的 穿了 你就不會看太強 那你就可能 一是做孤 一是等它高一點 這樣去做 對 例如這個黃色的通道 這個是一個上升通道 可以看到日線圖 對 我們畫線就這樣畫 用底 用底連在一起 然後去畫 你說真的要坐定定學 那我也有課堂 當然 有些人覺得這些摸都摸到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我要一個過來人身份 未必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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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要day trade的節奏 那些 未必摸到 但如果你說陰陽燭的這些 基礎 你喜歡就是去 開箱圖練習 其實很簡單 你看我的直播 一起開箱圖 在這裡畫一下 拉一下其實有事實 這樣學回來的就有些朋友 有些人 學了半年 自己也開始有些觸覺 但是你說day trade日內的節奏 黃金這個市場有什麼特別的走法 這些課堂會重複 你說一些中線部署 位置一會兒我會說 然後 美聯儲 在這個 意識裡面 都會有強調經濟的走勢 所以是要看回疫情 疫情好 這樣就復原得快些 疫苗快些 就是OK的 那就快些OK 疫苗跟疫情 都是同一件事 其實 所以經濟前景仍然 他們不是看得極極極好 主要就是這樣 他們看GDP增長 其實這些數字 就跟大家說一說 預計今年的GDP 就增長到7% 高於3月那時候的6.5% 預計明年增長到3% 預計2023年 預計2.4% 預計2.4% 這兩年的失業率 預計4.5%和3.8% 即是 開始會好一點 開始回到 年幾兩年前的數字 希望是這樣 他們的預測是這樣 利率 就是說 美元的利率 跟黃金是負相關 例如是 可能債息跌 金價升 反之易然 債息升 金價跌 就像上兩星期發生的事 通脹升 金價都會上升 大家可以去 看到這件事 現在再說一些 其他東西 維持通脹穩定 是央行做的事情 即是他們的工作 而他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 因為 應該這麼說 長線來說 通脹升是好事 代表經濟增長 經濟好 但是 但是 如果通脹太高 如果大家的工資 又沒有高 可能 商品 又會變得太貴 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有一個 惡性通脹 如果這個問題 加劇 其實 那些錢 越來越不值錢 可能 惡性通脹 又會繼續上 通脹的數字 或者百分比 大部分央行的任務 都是把通脹 維持在每年2-3% 裡面 這是他們那時候的 大部分央行都是這樣 每年3% 那 保持通脹的方法 最好就是利率 如果它是加息 如果它是加息 那加息 就是會令一些 可能一些 commercial Bank 他們的錢 借錢的cost 會高了 那 他們 市場上 大家借錢 借錢 或者銀行的 息口都會高了 那 如果他們存錢 的息口都會高 就是放些錢在銀行 的息口都會高 那 同時借錢成本都會高 那 可能經濟裡面 在這個時候 大家的支出就會減少了 那經濟可能會放緩 就是 沒有那麼多消費 或者是 可以保持一些錢 那 所以呢 如果在銀行裡面的錢 它多了 而大家花錢少了 那其實可能對商品的需求 下降 那這個是那個意思 那 如果商品的需求下降 那 令那個 商品的價格下降 那 那 就是 那 所以 重複一次 或者是 用另一個方法去說 就是 加或者減一個息口 就可以刺激儲蓄 或者提振消費 就是減息就是提振消費 因為 那個息口便宜一點 那 鼓勵一些人拿錢出來 去消費 或者去投資 做其他東西 那 因為錢放在銀行 就沒有那麼多息 或者做一些 這些 息口的東西就沒有那麼多回報 那 也容易借錢 這個是兩件事 那 都是看好的 那 可以這樣去理解 那 如果 減息的情況下 相反就是 很多 貨幣供應 那些錢放在銀行 息口也不高 那 變成大家買東西 那些東西的價值 慢慢就會 上升 那 因為這個是供求問題 那 很多人有錢的錢拿出來 去買東西 去投資 那 令到那個通脹會上升 你商品的價格也會上升 那 這個就是 可能他們會用這個息口去控制這個通脹 那 他們這樣去 就是 叫做 拉上補下 去調節這個通脹 那 這是一個 簡單一點的方向去理解這件事 不過大家 如果是炒圖的 或者像我們這樣日內去trade一下 那其實有時候真的不用理那麼多東西 因為始終你 daytrade 不會因為這個息口的變化而長期影響 你不會今天 我daytrade 因為這個息口的跌有什麼影響 然後明天daytrade又有什麼特別其他影響 其實不會這樣去想 我們daytrade 黃金啊 商品這些這麼大的market 其實是看了圖 這個也是可能一些朋友喜歡追隨我的原因 或者是看我的直播或者影片的原因 因為我們是一個daytrade的一個內容 就是我們日內可能用一些黃金的一些圖表的位置 去做一些分析 或者對一個圖表做一些判斷 這樣 我們找一些入市位 一些比較漂亮的位置去打兩張單 這樣 這樣 那看看日線圖 現在很快就講一講 日線圖你看到其實 由 之前做一個高位之後 2074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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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路 下來 到其實剛剛之前 這段時間 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 現在跌了進來 其實你下一關可以看到圖 1755 其實很清楚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1755這個位置 對 其實是會試的 就是試這個位置 然後再看 你喜歡看一些短一點 小一點 或者是跟我一樣短炒的 你一定會看的位置 就是1726這個位置 你會看的 這位置 那前陣子不用說 1843 1813 都在我的行程裡 都覆蓋了 已經有說過了 對 那你主要是這樣看 我們那個行程也是這樣的 我們16號的時候 意識未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做沽 那我們都會留意 1843 這些位置 這樣去做 我們16號會沽貨 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是 目標是1845 這些位置 就是我們沽 那時候沽了16號 這一天 我們沽貨也是沽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打算 這樣去做 就是我們的判斷就是這樣 其實那時候 就是它下來的 那下了它就有bonus 如果不是的 你就當是觀察 因為始終 那一晚的息口 是令到金價跌進去 那個利潤可以很誇張的 如果你是光是觀察的 那沒什麼所謂 其實那天沒有什麼波幅的 16號 那我們都是看淡 不斷都是看淡 其實 這個星期就是 15號的星期二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我們去試一些位置 10月15號都是這樣的 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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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是做沽 也是做沽的 也是做沽的 也是做沽 14號 看看先 14號 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pause這個畫面 看看我的行程 黃金一浪低過一浪 弱勢震盪 就是這樣看的 我也是看淡為主 這個星期應該先看淡的 對 那 都算是完全地 命中 那個方向 對 我說大目標 14號大目標是 1810至1813 其實他在兩天後 我們意識之後 其實已經到了這個目標 所以你做一些中場線單 其實那天是 fit 也無論的 那個位置又非常漂亮的 那 你看到其實我們預測的圖 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這樣的位置 你看到那時候下市 157 這個是14號 6月14日 你喜歡研究 或者你是識貨之人 你一定會喜歡炒黃金 因為黃金是一個炒圖表 最好玩的市場之一 對了 對了 那我給大家看看圖 那時候 這個是多少 4小時 玩出來 有些人覺得 喂 你沒可能看得到 第一些位置 其實是看到的 你沒可能看到 真的看到的 這個位置 4小時圖 4H 這個Forest.com的一個報價 我們是炒圖表 我是一個Price Action 或者是一個 實戰型的圖表炒家 我不是一個理論派 我不喜歡理論的 我喜歡 做 做 就是這樣 那時候的竹在這裏 5點多的時間 那我就說 你去沽貨 沽貨 沽貨 這個時間是6點 這支竹 你自己看看4小時 這支是5點到9點 那已經 已經下來了 已經下來了 那時候我不是 減倉 下來了這裡 就減倉 我們已經沒有做什麼 追單 我那時候的看法就是這樣 下來了 1843 就在那裏 看法就是這樣 那你4小時圖 這天只有幾支 就在那裏 在那裏 看法就是這樣 結果是怎樣 就是在那裏 看法就是這樣 沽完下來 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主要就是這樣 那天都沒有什麼特別看法 你看到 都沒有出奇的看法 我去到11點 其實是有的 我是有少許洗憶的 有少許人 究竟我是否真的看到一些位置 或者我們其實是否玩這個市場 是ok呢 又沒有用呢 那絕對是有用的 就是 玩黃金 或者我們玩CFD 其實最重要是 你懂得去收錢 倉位管理 你不要太貪心 你不要太貪心 我們要做一些沽貨 找一些位置 找一些頂底去做 那我其實那時 我看了什麼位置 我看了這個底的 對 前底 對 上一天的底部 然後我們在這裏做沽貨 顧顧顧顧顧顧顧 到第二天 看到 其實第二天 或者晚上 我說可以輕鬆嘗試過夜 我就做這件事 找些位置 打兩張單 買跌 試試看大方向 玩一下沽貨 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減倉 我就說下到1860 這些位置都可以減倉 真的可以賺一點 其實如果到第二晚 已經是一個位置 那這一天 6月15號 我就看淡 我說這個位置 1870和180 這兩條線 一紅一綠 這條線都是一個阻力 那時候 要不看沽 要不看沽 要不看那天 再測試這個位置 或者是那天 上去這個位置 當完就一天 我是這樣看的 那時候 我說168-70 是一個阻力 1880又是阻力 初日上做沽 美元偏強 我說先等1880 就不要追 如果你是沒有做的話 我說 如果你有單 你的高位沽的單 即是你一張單 或者上一晚 或者是那天中午的單 或者是夜晚的單 你有沽 就減倉收錢 即是我是提醒你 去收錢 提醒你 提醒你 收錢 很簡單說一說 我們看圖就是這樣的 看法 一個小時途日內的一個判斷 打上打下去的時候 你找位 滑線 打兩張單 收錢 完成 你就不需要想其他東西 要研究得什麼天花龍鳳的東西 其實沒有的 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你可以當我是一個懶人 或者 你覺得我只認識這些也好 其實已經夠早了 星期三 六月十六號 一百六零去沽貨 一百六零去沽貨 一百六零 沽貨 沽貨 打一下 做幾張單 這樣 主要就是這樣 我就說 位置很適合的 剛剛好 沽我來一百五五 這些位置要收錢 你喜歡 就是這樣做 其實那天還是看這個位置 或者看昨天的底去做 其實我也是 那第二張單 咳咳咳 有點歪 走音 那我就說 近底部收錢 這些我經常提醒大家 你是等位去做 然後再做 那我就說 那第二張單 其實我是沒有想過炒意識的 所以這一棍的波幅呢 其實我們不會去追 或者你追 好像我上課教你 那樣去設一些追單 去做 即是追它爆變 譬如你在這個位置 譬如意識的時候 他會拿下拿下拿下 要不就設這位追單 要不設這位追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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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們並沒有玩什麼意識 我沒有出意識的看法 我純粹 不如這個時候再炒單 晚上這樣 那這張單呢 我是比較保守 那麼我們一百五百至五百七 我們繼續沽貨 譬如這裡 這個是十點 這個位置拿下拿下 試試沽貨 那風險呢 我就放在day high上面 就算了 我又放在62個多 這樣就 被它打鬼了 如果你放在64 那就更加好了 那可能你 如果和楊那麼保守 那這張單就走了 其實沒什麼 沒得特別 其實都是找一位炒單 那就是這樣 即是他都 最後 下回去 如果你做中線的單 或者是把指示放在前頂 這個位置上 那沒有問題 很正常 那只不過我們 如果短炒的 我們是去 短炒的 我說短炒就好 那時候其實 我沒有什麼看得太弱 或者我看得太弱 其實我是沒有的 我是沒有的 即是我也是 我們都是去投資一下算 我們不會去搏這個意識的結果 不會去追這單 那時候 我是沒有做的 你看到 所以到了晚上 我就說有單 又來減倉 你沒有就當是bonus 即是你跟第一張單去沽 指示放在上面 那你就適合了 第一張單 第二張單 我們要保守一點去玩 我們不搏 數據的 這裏是那個時候的判斷 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都沒有對錯 純粹是一個決定 那 就是這樣 方向正確就可以了 然後就這樣去做 沒有特別 那星期四特別一點 18800直接沽 這個是7點22分 7點22分 7點22分是17號 這裏 17號這裏 直接沽下去 那這裏 7點 幾直接沽 那 自己喜歡 你對回7點22分的價格在哪裏 你注意看 那20分鐘之後 已經收錢了 20分鐘之後 已經收錢了 那時候 已經收錢了 有圖有真相 7點48分 7點48分 這裏 那已經馬上收錢了 那就是這樣 再低 再低 那時候是17點多 這裏 這支是7點 這支是8點 最低的時候是1776 我還有最低目標是1779 以及1768 那最後去到哪個價格 1767 這裏 168就回頭了 那你喜歡去打的 一定找位去打 你不知道怎樣打的 或者你不懂怎樣看圖 那你真的要學的 我講過很多次 你要是找人學 你要是自己摸 兩件事的時間效益 哪個快點呢 那這個就顯然易見 那學習就很快 你說學技術 三個月半年就可以了 你說要培養一些觸覺 一些練習 一些心態 一些人不要那麼貪心 理性一點去炒東西 這些呢 靠你自己 以及靠我 即使或者我跟你聊天 一些輔助 那這些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不代表沒有方法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這樣 找位置打一下 做兩張單 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 其實 那時候千八追下來 一棍都賺十幾元 所以上面 你真的說輸了一點 其實有什麼所謂 其實這一棍 我覺得做得非常漂亮 這個真的 你用一個自我圖 這個非常漂亮 你自己喜歡對一下 7點22分 你開個一分鐘圖去對 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我把所有記錄出來 就預計大家去學之前 都要像驗屍一樣驗 沒什麼所謂 但是做到的時候 你就不要覺得沒可能 絕對有可能 大家也是這樣做的 大家的單 都是這樣成功回來的 都是這樣去打回來的 我們賺到十元金 一手單就賺七千八 所以我上一條影片 跟大家說 一天賺幾百元 四百元美金 那些算是什麼 很基本的 其實 十元金 一張單 賺十元 就七千八 一手單 1.0手 賺十元金 那公式就是 十 十元利潤 乘一百 乘一 就是這樣 一千 一百是不變的 那你自己前後 代入數字 看看大家的單 為什麼這樣賺錢 所以我跟大家說 目標是七萬 六萬五萬都好 你有心去打 不是非常難的事 就是這樣 那大家就努力 始終我是不幫大家解僱的 我不會幫你解僱的 我們的位置漂亮 我都不會幫你按 因為這不是你學習的 應該有的態度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了 那希望大家就努力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大方向上面 最後給各位 或者回覆一下位置 或者有什麼位置可以看 那黃黃金很明顯就是 1755 1726 以及1767 這些位置 1676 1726 和175 這些位置你會留意去關注 這些是一些大位 日線圖 對 我們是一個圖表炒家 或者一個炒家 應該看到一些日線的 四小時 不要看那麼多分鐘圖 甚至什麼 一分鐘 五分k 一分k 不要看那麼多 就是看到你那個人很明顯 或者我是 可能你不是 無所謂 那我們是沒有 沒有任何 對錯的一些事情 那 我做到的 分享出來 告訴大家 可以這樣看 怎樣做 可以這樣去打 形規比怎樣擺 這些我經常都做的 過月過禮拜都會做一下這些分享 那希望大家要努力 我是Henry 這些是我的社交媒體 或者課堂的內容 有些人喜歡跟人學的 不喜歡自己摸的 上課可以PM 助手 每個月都有課堂 一年有十二次機會 去學習 去進步 年頭學的朋友 現在已經炒了半年了 現在學的朋友 年尾就炒半年了 就是這樣 IG YouTube 歡迎大家去支持一下 香港年輕人 有個樣子 告訴你怎樣炒的 真的不多 而他做到 那所以呢 大家 大家 人人都可以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我不是讀經濟金融出身 我讀廣告 就是這樣 你有興趣去了解 你就會找到答案 這個陰陽足圖表 你會看到的 其實 試完試完去不穿的日內 有些節奏 上課再說 如何捉好位置呢 遮蓋給你聽 今天就差不多了 喜歡的話 就給個讚 給個分享 給個留言 告訴大家 原來金融可以這樣炒的 圖可以這樣炒的 原來可以自己玩 都玩得這麼過癮的 就是這樣 那 就是這樣 一起講講時間 今次是人生 我是Henry 大家努力 拜拜